又回去了 要到禅堂 到炼佛堂 去锻炼 这是佛菩萨 帮助我们 帮到地儿 那我们不肯到炼佛堂 不肯到炼佛堂就锻炼 那就没法子了 你的习气 怎么能够降伏得住 习气不能降伏 今就讲得再好 还是要轮回 还是出不了三界 那讲经说法呢 也修一点人天佛报而已 于生死这一关 完全用不上力 所以锻炼就变得变成非常重要了 你不肯锻炼 你还随身 望向西齐 望造物业 望受苦报 苦报 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苦报 你一定是这个状况 这个四局 这个四局 把六道里面的一切众生 生活情形都射尽了 下面 在归接到 这个法会的乐器 释迦牟尼佛讲第三经 我们从这个地方要了解了 佛为什么要讲这个经 为什么说这个法门 从天前面一直读下来 恍然大悟 英语有品 有根据 不平至身之大词 或计 报学之疾苦 至身 是诸佛如来 身 达到基础 叫至身 圣这个字 什么意思 我们称佛 为圣人 或者 经教里面 诸位常常念到的 三行十圣 每一天在赞颂里面 我们念到的 菩萨 摩佛萨 菩萨 三行 菩萨 三行是 十诸 十行 十回想 这个地位 我们称他 菩萨 到登地了 我们称他 摩佛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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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圣人 大圣 无来 我们称至圣 我们称至圣 圣 到了基础 圣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通大明了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成为圣人 他对宇宙人生真相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都知道 他都明了 也丝毫都不迷惑 这样的人 在成为圣人 所以 凡夫 一定要平 至圣 至大悲 平时 依靠 我们 一定要 依靠 祝福菩萨的大慈大悲的教诲 才有出土的 出土的一天 如果要不依靠 福菩萨的教诲 和解 暴寻之极苦 和是如何 你怎样 能够解决 六道轮回之苦啊